一份工作应该顺应家人 还是像神兽那样 释放天性 听从自己 大学毕业 作为吃货一枚的我 没有去找安稳的工作 而是成为了一名美食博主 这个选择家人和朋友很不理解 喂 爸 倩倩 在哪儿呢 我在餐厅拍美食呢 你这算什么工作 网友点赞能当饭吃吗 但我深信实意有道 美食理应受到尊重 作为美食博主 体验每一秒煎炒烹炸炸 品鉴每一滴油 盐 酱 醋 尝后每一滴酸 甜 苦 辣 每当这些触达味蕾 我都会心生幸福 而当我的粉丝 因为我的推荐而收获美味 感动与满足更是油然而生 记录真实 用光影致敬属于神兽的时代 我没能发现川藏线的经典机位 也没拍到牺牲戈壁的隐秘风随 我只想去挖掘生活中 每一个真实的瞬间 因为热爱 我步入了摄影殿堂 摄影最初给我带来的 震撼源自人文 纪实类的作品 从捧起相机不知如何下手 到现在相机换了一台又一台 神兽附体一般 随心掌控着那些 真实而又充满意义的视角 突然发现 以前不敢涉猎的角度 早已烂熟于心 构图和光线都浑然天成 我不相信这是智慧的顿目 但我相信 对兴趣的执着 对理想的坚持 才是实现人生价值唯一的态度 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 还是像神兽那样 一切自己说了算 在别人眼中 我是对音乐 有着天赋一禀的安静女孩 也没人相信 我会离开高雅的演奏大厅 但遵从自己内心 才是我的选择 毅然决然拿起吉他 做起了创作歌手 其实流行乐 也并非浅显易懂 你需要非情忘事地沉浸其中 做好自己 成就自己 对自己负责 义无法顾 曾经以为 人人都可以是神兽 只要努力 就会有收获 但登上顶峰 谈何容易 金牌只有一枚 但努力向上的人 却成千上万 所以 拿到冠军的几率 只是微乎其微 不过 我相信 每一次源自内心信念的升华 会让隐藏在体内的原力爆发 即便 即便现在已失败结束 但我的信念 却始终不变 每个超越自我的人 一定能够拿到 属于自己人生的金牌 我是畅游在美食世界的传播大使 航航出状元 活出自己 做个忠于美食的饕餐神兽吧 小小的镜头没有边界 化身神兽 用气质入微的洞察 聚入 少于我们的时代 聆听 奔跑在吉他弦上的神兽 自己的灵感创作 才是更美的节奏 召唤内心的神兽 坚持自己的梦想 更强大的力量 一定就在下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